接下來多重邏輯 怎麼下多重邏輯 我剛剛講到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可以把成年的這個區塊 把它再做一個分割 什麼分割呢 就是如果他的年紀 假設是大於等於18歲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說 他的 不過怎麼切比較OK 我是覺得 如果現在這樣的切 要放在這邊 那另外一種寫法 我剛剛是什麼 這是大於等於 我把它改個方向 那就是小於18的話 那所以小於18上面就是未成年 下面就是成年 乾脆這樣好了 如果這樣來切的話 怎麼寫 其實兩個都可以啦 只是說如果假設你要 去做成年的區別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那你就是看怎麼寫會比較順喔 那所以呢第一個啦 當然如果小於18 那這個時候當然未成年 所以剩下來的 那就是大於18的 通通是成年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可以大於18的這一塊有沒有 它可以再切成三份 第一份的話呢 就是說呢 它的條件是什麼 大於18 大於等於18 而且 小於等於35的話 那就是青年 OK 所以這個地方 我先把它改成青年好了 可是如果假設我今天改青年 那這個L十就不對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會有第二個邏輯的話 因為上次是True跟False 那如果說你還有if對不對 那第二個 如果假設你還有 第二種條件 那你可以在下方這個地方 請你把這個L十有沒有 把它改成Lif 那Lif後面的話呢 就加上青年的邏輯 那青年邏輯是什麼 就是它的H 是大於等於18 而且的話呢 空一格你就打個and 而且H 它是大於等於35 而且小於等於35 那我這邊的條件是35歲 也算青年好了 OK 那這樣都要寫完了 所以你看喔 如果假設說你有第一個條件 就if 可是如果你有第二個可能的條件的話 請你在第二個條件的前面 加一個EL就可以了 然後把第二個條件 把它敘述一下 OK 所以如果是小於18 就未成年 那再來第二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就是這個 OK 就是青年 那再Enter一下 把它back space back space就跳到前面 就是等於2排 那狀年 再來就是狀 狀年的話 我剛剛講 它就是 H就是大於35 不包含35 而且小於等於65 假設65歲也算的話 那當然有個脫軟的方法 就是直接拿這個 這個有沒有 lif 這個拿來 控制一下 然後直接貼上來改 可能會比較快 狀年 所以乾脆直接把它這個地方改成狀好了 有沒有 這個是狀年對不對 OK 然後呢 但是這個地方的條件不對 應該是什麼 大於35 可以把這個35 那沒有等於啦 因為等於是青年 所以你這邊把等於拿掉 大於35 而且呢 它小於等於65 那就狀年 OK 那剩下就老年了 所以呢 剩下就老年的話 那當然老年喔 你要怎麼敘述 比較簡單呢 那你說老師 是不是需要再多一個lif 然後呢 就是h大於65 那 不過啦 其實說真的 因為剩下來就除子之外了 所以除子之外的話呢 我是最簡單的方法 應該是什麼 就是加一個else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冒後就可以了 後面就不用加了 不然的話 如果老年 你還要再敘述 我覺得有點囉嗦 剩下來就是老年了啦 OK 沒有別人的 因為你已經切切切切 切完之後 剩下就老年了 所以 剩下來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地方再加一個老年 然後我直接把這個print上面的這個 複製下來 直接把它改成老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應該就寫完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些程式吧 其實 這個邏輯 我是覺得還蠻直覺的 其實跟我們口語蠻接近的 有沒有 哪個 和哪一個 所以中間的話這邊有一個邏輯喔 如果是交集 就是兩個都要為tru的時候交集的話 那記得用and喔 那如果兩個其中一個為tru就是為tru的話 那記得用or喔 有沒有and跟or這個其實可以改的喔 OK 所以將來的話你可以是 你的那個邏輯喔 你去做變動 所以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喔 就是把上個禮拜的兩層式的tru force邏輯 改成叫做多重邏輯喔 所謂多重邏輯就是說 你的邏輯判斷不止 一個tru跟false 你可以很多很多很多啦 當然目前的話我們大概就幾個區塊 1、2、3、4嘛 可是未來如果有更多的話啦 反正你就一直else if、l、if、l 一直往下就對了 然後呢 最後一個 除此之外 那就是else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它run一下看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OK 然後輸入年齡 我看 先青年看看 30歲好了 Enter一下 青年沒錯 OK 所以 青年的部分應該OK 然後執行一下 那如果假設 38歲好了 38應該是壯年 壯年應該OK 那如果再輸入一個70的話 老年那沒問題 OK 那未成年看一下 未成年如果15歲 也未成年 OK 所以理論上這樣就可以 劃分清楚了 那多重邏輯很重要喔 以後的話 滿多地方都有多重邏輯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剛剛的那個 本來這邊是 就是一個else嘛 然後 print成年 然後把它改成 類似像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lif 大於等於18 而且 小於等於35 OK 它是青年 關鍵這個啦 OK 然後呢 再把這一段其實複製貼下 然後改一下 這個else的話 直接打 那如果這一題做完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不妨 試試看好了 比如說底下我有一個 變化題吧 就是 輸入成績 比如說成績 要把 幾分轉成ABCD 比如說A的話呢 是80分以上 一直到100分 就是A B的話呢 就是79到70 是B C的話呢 是69到60 D的話是不及格 所以喔 假設啦 請各位再把這個改一下 改成輸入乘7 請輸入乘7 比如說這個一樣的 所以如果要改成輸入乘7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乘式複製一下 然後再開一個 空白的 這個 模組 然後這邊可以改一下 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乘7 比如說幾分嘛 比如說請輸入乘7 然後呢 他輸入乘7之後 如果他的成績 什麼呀 是 幾分呢 100分 到80分包含 所以呢 如果他成績是什麼 小於等於 應該什麼 小於等於100 是100算 100 然後呢 end什麼呢 end 打個end 而且 他的成績 那我成績這個名稱 變數名稱先不改好了 尤其你可以不要h h感覺怪怪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用他這個名稱 然後大於等於80的話 那print的話呢 就print 就不是未成年 就print a 有沒有 OK 然後反式的話呢 再來就是 如果他是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79 而且 小 大於 這應該不對 大於等於應該是 顛倒 應該是小於等於79 然後這邊改成大於 等於 等於70的話 那就是b 然後再來一樣 這邊是 小於等於 如果是 69的話 69分到60 然後這邊應該改成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就是c 那剩下來大概除此之外的話 那就是 d了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請各位 改一個什麼 出入成績自動判斷到底是abcd 哪一個 哪一個的話 那就這樣改 我試一下 如果 他考了90分 90分應該a嘛 輸入a OK 然後如果再執行一個 比如說他是75分 那應該是b 那沒錯 所以如果輸出 輸入65分 那應該是c 那如果輸入一個不及格的成績 55分 那就是d 那沒錯 OK 所以 請各位 稍微變化一下 假如說 我希望 把它改一個 就是 輸入幾分 自動轉換成abcd的話 那怎麼 怎麼想 不過 這個生活裡面 或者工作裡面 蠻多類似這樣的轉換 所以 你們可以 自己再找找看 多做這個 因為多重邏輯判斷 在城市裡面 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 要做一些 就是人工以前要做的 現在就丟給城市做 好 試一下好了 這個部分 所以 這個應該 判斷成績的部分 雲端白板應該也有 看一下 應該雲端白板 底下 這個 成績計算這邊有 OK 當然啦 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成績計算 你是在懶得想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利用AI 看看能不能幫你 深層程式 請幫我寫一個 Python程式 然後呢 輸入分數 轉換為 ABCD OK 你就把那個標準給他 A的話呢 是分數 100分 到80分 包含80分 然後 再來一之類推 你就把它敘述一下 其實說真的 這個 Python幫你寫 AI幫你寫 絕對是沒問題的 試一下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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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